台媒解放军昨日两架殲-11进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空军昨晚发布消息 解放军派出二架殲-11战机 昨天白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台空军派遣空中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云云 中央社称 台防务部门自去年9月17日起 在其官网实时军事动态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 10月1日共38架子解放军军机进入台临近空域 其中10架殲-16战机深入台湾南方及东南方空域 10月2日39架次 10月3日16架次 10月4日56架次 也是台防务部门自公布实时军事动态以来 架次最多的一次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张春辉强调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